TVB艺人黄翠如9月4日以一身黄色长裙打扮 现身香港湾仔会展中心出席时装展览活动 早前黄翠如和洪永成去澳大利亚拍节目时不小心生病了 现在好些没有了呢 你老公肖正男整天很担心你耶 他有一点啊 我跟通里跟他我们三个人一起飞山 所以就挺搞笑 就我在澳洲的时候我跟洪永成两兄弟在照顾大家 在香港他跟曹永年两姐妹也一直在好好相处 明天他们两个要有一个show嘛 所以就我替他们紧张 因为他们在香港第一期 那老公和小三的第一次大日子 黄翠如你要不要去撑场呀 他说要我做后台的打检 我刚刚才 这些朋友问我 我才发现 为什么他没有请我做嘉宾 完全没有提都没提过 但是我今天去买了那个闲珠风 开心 开心茶 两包 一包给他 一包给二来 所以我真的是很大方 另外 听说小正男已经计划好 十月份出去旅行 你们夫妻俩打算去哪里玩呢 他说有人给了他一张轻功秘方 你们这次可要好好努力了 可能他跟曹永连谁知道 他们两个去三个回来了 他每一天都自己在说 因为他十月 十月他就 因为他十月之后派完他一个剧 他开始想 十月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想我 因为十月 我的时间应该还在开工 我不知道 他说如果我不请他也自己去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